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 在古代呢 就是现在来讲 我们说人生有三大喜事嘛 金榜提名时 酒汉逢甘霖他乡欲固之 洞黄花竹叶 那我们这个金榜提名时是重状元 但其实呢 在我们中国科学堂试当中 有一个是比状元更加优秀的 这个叫三元吉利 就是第一次考试 香氏 贵氏 殿氏 香氏科考都拿第一名 而且是一次过的 这个比状元更优秀 整个从水朝开始有科举 到清朝结束 大概出了十一个人 我们桂林就有两位 一个叫陈济昌 待会儿这边可以看到他 陈济昌 还有一个叫冯金 这个叫三元吉利 所以等一下我们穿过东西巷 进到王府的时候 有四个城门 其中有一个城门上面写着三元吉利 就这个意思 这个赵冠文 赵冠文是桂林第一个状元 它不是三元吉利 所以待会儿呢 我们王府结束以后 你们也要进行一次科举考试 大概有这么一个文化的体验 这边虽然是很有文化的地方 不会吗 不能考赛啊 哈哈哈 还不要看啊 不要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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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看嘛 丽丽丽找不好看 好 House 着cue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刚才有讲乡识 惠识 殿识 不要理解成乡识就是乡村一级的考试 乡识不是乡村的考试 乡识算是省一级的考试 考上以后就叫举人 一些有听过了吗 范进队一级 惠识就是全国一级的考试 殿识就是皇帝亲自出级的考试 三个等级 所以你这边看到 寒酸苦读 读书以后就是考中以后就是秀才 秀才就还没有做官的资格 但是可以免出一个人的姚意 见到县官不用下跪 就是以前还是比较尊重读书人的 读书人有福利的 就是以前只有一条路 就是读书改变你的身份 没有什么别的选择 不过现在也是一样 你要进入到另外一个阶级 读书其实还是有用的 不然我们家长不会花那么多钱 这都是还是有用 你看以前八十年代的时候 只是中国是错乱一个社会 文化大革命 那个时候不是靠文化的 谁胆子大谁都可以赚钱 所以以前的有钱人都是房地产开发商 但现在都不是了 现在是IT界的 没错 但是有钱全是高学历的 所以未来也是一样 没有高学历 你是别想混到那个上流社会 以前就是靠床就可以 现在已经过了那个年代 床带 是 但是 是 那 点 都不学乱 对 没错 对 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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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